香港人出名喜歡去旅行 但來來去去不是參加旅行團 而是自助遊 想有一些另類的體驗去旅行之餘 又可以做些有意義的事 其實可以考慮參加義工旅遊 又旺角兒說說 Bird上年去過蒙古 除了旅遊之外 還以義工的身份 參與當地的義務工作 包括在一個工作營幫手除草 又跟小朋友玩大開眼界 跟你平時接觸開的香港世界 太不同的地方 在那裡反而 因為有西亞各地的義工 還有當地的社區 那種文化衝擊和交流 是史無前例的 Bird這種義工旅遊 集旅遊和義務工作於一身 在外國已經很流行 參加者不僅沒有錢收 還要自己買機票 蒙古回來之後 Bird今年4月 決定和幾位志同道合的朋友 成立本港第一個義工旅遊組織 協助同道中人報名參與海外的義工旅遊 這一晚她就和幾位有經驗的義工旅遊人士 向新手教路 18歲的Josephine 剛剛去年齡急不及待要參加 在香港做義工 其實範圍不大 好像我去其他國家 去幫助一些人做一些當地的事 可能舉行他們那邊的折入活動 其實在香港是做不到的 所以我覺得去外國的義工服務 沒有可能學到的東西比香港更多 對於一般香港人來說 義工旅遊仍然是很新鮮的概念 Bird說現階段會幫助更多香港人 參與報名海外組織搞的義工旅遊 但遲些會想想在香港設立義務工作營 吸引外國人來香港義工旅遊 順道推廣本土文化 亞洲電視記者王國儀報道